欢迎大世界来关心 美国内华达大学赌城分校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闯入校园开火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索性警方在4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 将枪手击毙 没有酿成更大的伤亡 不过枪手犯动机还有待离心 这已经是美国今年第80起校园枪击事件 总统拜登除了发文表达哀悼之意 也再度呼吁众院共和党 立法加强枪支管制 学生和教职员高举双手 在警方引导下离开管制区 还有人坐着担架 被送上救护车 看起来惊恐未定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6号上午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在商学院教学大楼 以及学生会开火 造成至少四人重担 11点45分接获通报 当局立刻出动大批警力进入校园 并且将学校封锁 同时透过社群媒体 要求所有人就地避难 所信案发后约40分钟 枪手与警方交火时遭到击毙 不过犯案动机有待厘清 而当时情况危急 已经有学生打电话向家长道别 校区约有3万多名学生 距离堵城大道不到3.2公里 校方为了安全起见 宣布所有校区6号全天关闭 附近机场也一度暂停降落 这已经是美国今年第80次校园枪击事件 学生直呼太过荒谬 现在我感觉很害怕 这次再次发生了很可怕 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 透过声明向罹难者表达哀悼 同时呼吁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 立法禁止攻击新武器 以及高容量弹架 别让汉市一再重演 成为人编译 感谢观看